嗨,大家好,我是阿松,这里是美国的纽约 然后我现在带来的地方是美国纽约的曼哈顿 本期的视频当中呢,我要分享的内容是关于在纽约申请威迪玛拉签证 如果你关注我的行程的话,你会知道我之后的行程 美国之后可能会去东美洲 本期呢,我要来亲身的来去这个纽约的威迪玛拉领事馆来问一下 在纽约申请威迪玛拉签证的需要的材料 可能也能给大家一些参考 因为我在网上查到的信息实在是非常有限 而且那个年代那个时间也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现在是2021年的8月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2021年8月份在纽约申请威迪玛拉签证 可能需要的一些材料 好,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呢,是这个纽约的绿线6号 6号绿线地铁站刚出来 然后是23阶,这个地方是第6大道,22阶的交叉路口 然后纽约的那个威迪玛拉领事馆就在这个旁边 就在前面一点 其实这个位置是非常容易找的 就在这个地铁站出来之后,20米远的地方 然后在这边,在外面等了大概15个钟 然后这边门位就让我们进来了 进来之后呢,在这边再等一下 他问一下,就是让我们给他看一下 就是我的护照还有我的美国签证 现在那个门位大家就看了一下我的护照之后呢 然后把我带到电器里 你说是上楼就可以来看到这个申请签证需要的一些材料 现在我被带到了这个申请签证的这个房间 其实这不止一个申请签证的房间 他还有很多的威迪玛拉的在美国的 他们可能想申请威迪玛拉的这个身份证呀 这样,威迪玛拉比较方便一些 他们也会在这里办一些证件什么的 因为这个威迪玛拉跟中国是没有建交的 所以申请签证通常只能在这个第三国 就像美国,就是第三国中国威迪玛拉之外的 或者说你比较容易在这个墨西哥其实也已经升级了 你去商业还是游戏吗 游戏 好的 这就是要求 你必须拿到两个照片 原本是一个照片 两个照片 就是两个照片 就像这一个照片 所以才能发布的 新冠状 是一样的新冠状 是一样的 词书的 是一样的 则呢 一样的 我有一样的 一样的特别卡 是一样的 好, 还有, 还有, bank statement, the last three months, two passport pictures, letter in declaring reason of your trip, the flight itinerary, have name or presence or contact in Guatemala. For example, hotel or reservation? Yes, that's right, yes, that's right. And also, are you going for single lenders or multiple? Okay, single is $50. I want to know how long I can stay. No longer than 90 days. For this one, I don't have a credit card. Okay, so the debit card could be? I need to show the return ticket or not. Roundtrip. Yes. So you can come a week before your trip? You can come from 9 to 2 p.m. Then, 20 days after you have to come to pick up. I heard this stuff, I thought this video is quite複雜.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the ticket, it's going to be the ticket. Maybe you'll need a ticket for a ticket.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a ticket. About the state of the state of the state of the state I will also share the will in the future. This one is just the first one. But I don't know if I'm going to be able to register 申请规定买来了签证 也可能会先去萨尔瓦多 现在还不太确定 还有大概可能两个星期的考虑的时间 我未来之后更新 就是更多的一些详细的信息 本期的内容呢 也就暂时先到这里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 祝你们都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天 这里是美国的纽约 我们在另一期视频当中再见 拜拜 我是阿通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内容 在屏幕的下方点赞或者转发 将是对它最大的认可 如果你对我过往80个的经历 以及未来更多的行程 有更多的兴趣 非常欢迎在各大平台 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目前我依然在 环绕地球第二队的过程当中 你们的关注也是 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